哈喽大家好 我是WorldAventures的营销总监仲亨 今天非常开心的能够为大家解释 台湾版的奖金制度以及优势 那首先呢必须先做出一个声明 WorldAventures公司呢 并没有保证任何一位经销商在这个事业有收入 你的收入呢完全取决于 你对这个事业的努力 以及对这个事业的认真程度 以及你的领导潜能等等 那马上就开始进入我们团队的系统了 当你加入我们Lawand团队之后呢 我们你的介绍人呢会邀请你进入我们的LINE群组 还有我们的团队脸书以及注册表单的填写 那团队呢也为你准备了非常多的工具 让你在这个事业可以经营得更加顺利哦 在你加入之后呢48小时之内 我们会帮你做新人启动培训 培训完之后呢就可以马上进入我们的小草原 我们团队呢在北中南都有分享会 那所以说呢请你参加两次的分享会课程 那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快速事业启动培训 这个培训课程呢在教你怎么样的轻松跟朋友做一个分享 还有我们的产品课的课程 产品课的课程呢在教你们呢如何订购我们的梦幻之旅啊 如何订购我们的这个机票酒店等等 那在完成了小草原的培训之后呢 你可以进入中草原的这个金克拉培训系统 金克拉教育训练机构的课程呢提供了两天一夜的销售心理学 以及组织行销学的课程是由亚洲八大名师的针管老师亲自授课的 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资源 那完成了中草原的培训之后呢 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草原 也就是Water Ventures的国际培训 那每一年呢Water Ventures的国际培训在全世界培训数十万名会员 所以呢透过这一套系统呢 你可以快速的学会在这个事业上你所需要的基础的一个能力 那马上来开始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你加入台湾的白金会员呢 一次性的注册费是三百七十五块美金 再加上每个月的月费大约是一百二十五块美金 那如果你呢你成为我们的经销代表的话呢 一次性的注册费是一百美金 每个月的月费呢大约是十一块美金 所以呢你在这个事业的总投资金额 就会是梦幻之旅白金会员 一次性三百七十五美金加上一百二十五美金 再加上经销代表的一百美金加上十一块美金 所以总共你所投资的金额是六百一十一美金 那这个费用呢是不包含五%的营业税的 那我们的奖金制度呢分为以下九大奖金 接下来就会一一的跟各位做介绍 首先呢赤榜奖金 当你累计自己直接推荐四位以上白金会员 而且这四位白金会员呢都保持有效会集的时候呢 在次月开始呢你每个月就会享有被动收入一百二十五美金哦 那直接推荐奖金呢是当你每推荐一位白金会员 你就会得到五十美金以及两百美金的一个梦旅点数哦 那之后每一位会员呢都是以此类推的 个人销售奖金 就是在连续四周内你每直接推荐六人的时候 你会获得两百五十美金的奖金 那如果同样的连续四周内你再推荐六人 你又会再获得两百五十美金哦 那什么叫做连续四周呢 我们简单做一个举例 如果第一周的时候你推荐了三位会员 第二周的时候你推荐了两位会员 第三周的时候呢你推荐零位 那第四周的时候呢你推荐了三位会员 因为呢你这四周加起来 这样叫做连续四周 一二三四连续四周 你总共加起来的人数呢 是三加上二加上三总共有八 那我们只要每直接推荐六人 就可以获得两百五十美金 所以你已经完成了两百五十美金 那总共的业绩是八人的业绩 减掉六人之后还剩下二 这个两人的业绩呢 公司会帮你保留下来哦 那在第五周的时候 你又推荐了五位会员 所以呢 以这样子来算的话是四五六七的时间 那四五六七加起来 五位会员加上之前的两位会员 这样子七位会员 所以完成六个人 所以你在第五周的时候 你又会领到两百五十美金 那会保留一人的业绩 那在第八周的时候你没有推荐人 第九周的时候你又推荐了五个人 那这第九周的时候有没有奖金呢 因为第九周的业这个连续四周 就是这样子算 应该可以算是九八七六 所以零零零五 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四周呢是没有完成六位的 所以说呢第九周的时候 他的奖金就没有拿到两百五十美金哦 当然如果第十周的时候 他要再直推一位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他当然呢就可以拿到这两百五十美金了 接着 每周组织奖金 每周组织奖金呢 他是计算新进业绩的左组三人 右组三人就会计算一个对碰 那一个对碰的奖金呢是一百块美金 我们的奖金制度呢是双轨制的制度 什么是双轨制的制度呢 假设这一颗球是你自己本身 中间画一条线之后 我们只分为左组业绩以及右组业绩 当你的左组有新进三位会员 右组有新进三位会员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百块美金 就是一个对碰的奖金 那如果呢 左组呢 不用你亲自推荐 右新增了三位会员 那右组呢 也新增了三位会员 不管他们排放的顺序怎么样 只要是在 左边的组织有新增三位会员 右边的组织有新增三位会员 公司呢就会再发一百块奖金给你 以此类推哦 那在加入的前八周呢 你的奖金是double的 所以每个一百块美金都会乘以二 变成两百块美金 要好好把握前八周的奖金翻倍哦 那在过了八周之后呢 从第九周开始 你每一个星期内 如果你达成三个对碰以上 那前三个对碰的奖金就会翻倍 那第四个对碰之后呢 这个奖金就会恢复一百美金 怎么说呢 简单的举例来说 如果你第九周开始 在一个星期之内 你完成了第一个对碰 你会领到一百块美金 第二个对碰 你会领到一百块美金 只要你在 一个星期之内 完成了第三个对碰 那你会领到 一百块美金 但是前面的三个对碰 都会double 变成两百块美金 所以如果你在一周之内 完成三个对碰的话 公司就会发 六百块美金的奖金给你 那第四个对碰之后的 每一个对碰 都是一百块美金哦 那我们的对碰奖金里面呢 有一个旅游奖金 从第一次对碰开始 你每逢第六个对碰呢 它会给你等值的 这个Rovia的旅游币哦 那在第六个对碰 第十二个对碰 第十八个对碰 第二十四个对碰 第三十个对碰 以此类推 都会领到这个旅游奖金哦 那这个旅游奖金呢 是可以用来 这个抵扣机票 以及酒店的哦 那组织奖金的领取资格呢 你一定要累计 亲自直推四位以上会员 公司才可以开始领取 组资奖金 那如果有多出来的点数的话呢 点数的保留期限是26周的时间哦 那没有领取代数的限制 但是每一个聘接呢 都会有领取金额的上限 所以呢 其实很多的会员在加入 第一个月的时候呢 他在连续四周 他就快速的推荐 六位白金会员哦 那如果呢 你完成六位白金会员的话 你会有750美金的奖金 相当于已经完全回本 而且开始赚钱 再加上公司还会在额外送你 1200美金的梦幻之旅点数 可以让你来折抵梦幻之旅行程哦 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 公司在送你出国去旅行 那接着我们来讲 轮资奖金 轮资奖金分成两个阶段 当你自己个人累计直推五人 之后呢 你可以开始领取第一阶段的奖金 那第一阶段的奖金 只要你的业绩达到3000美金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领取轮资奖金 每个月300美金 那第二阶段呢 当你的直推人数达到6人之后呢 你每个月的业绩累计到5000美金以上 你就可以开始领取总业绩的8%的轮资奖金 最高呢 可以领400到900美金哦 那业绩怎么计算呢 我们简单来看 业绩呢 业绩呢 一位新进会员加入哦 一位白金会员加入 他新进的业绩是500美金 那如果这位白金会员已经加入了几个月 他觉得梦幻资议很棒 他每个月在缴月费 一个月的月费会计算125美金的业绩哦 那要如何快速的领取轮资奖金呢 假设呢 这一颗圆球是你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快速的自己亲自推荐五个会员在一个月之内 那这五个会员呢 其中一位在他也推荐了一位会员 所以当月呢 你的业绩就会有新增六位新会员的业绩 那六位新会员的业绩乘以500 那就等于3000业绩 你就会领到300美金的奖金啊 那还有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 你的团队人数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的团队内 假设有24位会员以上 那在这个时候呢 24乘以他们每个月缴的月费125美金的业绩 也会有3000美金的业绩以上 所以你也会领到300美金的奖金哦 那其实轮值奖金呢 它是必定可以领到的 为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 一开始的时候呢 只有你一个人在为3000美金的这个业绩做奴隶 但是呢 当你第一个月完成之后呢 你新增了6位会员 所以说呢 就会开始有7个人在你的团队里面 那7个人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他们同样的努力3000美金的业绩 那假设又完成了 就会有13个人 在你的团队里面去完成3000美金的业绩 那13个人呢 可能又会变成20个人 也是完成3000美金的业绩 可能又会变成30个人 也是完成3000美金的业绩 所以呢 目标不变 但是努力的人变多了 所以这300美金的奖金 是必定可以拿到的 那甚至你的团队在慢慢的往上发展之后呢 会超过100人以上 甚至是到千人 甚至是万人 所以呢 你的业绩累计起来会更可观 甚至可以挑战5000美金的业绩以上 那5000美金以上的业绩呢 就会有8%的奖金 那公司最高会发到900美金 所以呢 轮值奖金 我常跟伙伴说呢 它是必定达成的 只要你透过努力的分享 那这个奖金呢 也有一点点像是 这个新会员的一个 这个底薪一样 因为如果你每个月可以领到900美金的话 相当于大约是3万块钱台币左右的被动收入 那我们来看每月被动收入奖金哦 那每月被动收入奖金呢 它的领取条件是 你必须要晋升我们第一个聘接的SR 也就是你的左线有15位白金会员 右线呢 有15位白金会员 那被动收入怎么计算呢 你只要左线有一位会员缴交月费 右线呢 有一位会员缴交月费的话 公司就会计算一碰 那一碰呢 SR每一碰是10块美金 总监接以上每一碰都就是15块美金 那怎么计算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例子 来做跟大家做分享哦 第一个例子呢 是这位SR左线有20位交交月费 右线呢 有22位交交月费 那因为双轨制呢 我们是看小边 所以呢 20比22就是20碰哦 那20碰呢 乘以SR的10块美金 所以他这个月的被动奖金呢 就会有200美金哦 那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这位总监 他的左线有55位会员缴交月费 右线呢 有50位会员缴交月费 所以说呢 55比50 这个时候呢 就是50碰 50碰呢 乘以总监的15块美金 最后呢 他这个月呢 就会有750美金 那当然呢 随着你的组织 继续发展下去 最高每个月呢 可以领到5万美金的一个被动收入哦 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奖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晋升SR要怎么做呢 晋升SR呢 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是你必须要完成直推4人 第二个条件呢 你的左线要有15位白金会员 右线也要有15位白金会员 那随着你的组织继续发展呢 你会晋升我们的总监 那在总监拼接的时候呢 当然你必须要直推4 那第二个条件呢 你的左线要45位白金会员 右线呢 要有45位白金会员 那条件3 就是你的直推团队 必须要有70位白金会员 而且单线不超过45哦 那什么叫做单线不超过45呢 我这边简单的来讲 第一这个呢 是你的上线 这一位呢是你本身哦 那你自己本身呢 你可能推荐了ABCD的4位伙伴 接着呢 A伙伴呢 他发展出了这个50位 你的直推团队哦 B伙伴呢发展出了8位 C伙伴呢发展出了12位 D伙伴呢发展出了7位哦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上线因为我们只有两条线 所以他可能安置了一位 甲下来 甲呢发展出了50位伙伴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直推团队怎么计算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甲呢因为是上线安置下来的 所以呢 甲团队呢是非直推团队 甲团队有50人 在这个你的直推团队计算的时候呢 会计算0人哦 那你的直推团队怎么计算呢 直推团队呢你会计算 A团队有50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A团队会暂时先计算45人 因为单线不超过45 那B团队呢会计算8人 公司呢会给予你一次性的总监奖金 是整整5000美金哦 将近是16万元台币 非常迷人吧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还有我们的梦幻车奖金 当你晋升我们公司的RMD 以及NMD之后呢 你每个月会有1000美金的 这个梦幻车奖金 那如果你成为我们的IMD的话呢 每个月会有1500美金的一个 梦幻车奖金哦 来帮助你买车 所以其实美国呢 很多人呢就购买了这一个 B&W甚至是巴拉利 还有如果你晋升我们的IMD的话呢 每个月呢 公司还会给你3000美金一个月 大约是10万块钱台币 来帮你缴房贷 帮你买下你梦想中的房子哦 那讲到这边 我们来终整一下 我们的奖金制度好了 我们的奖金制度呢 是一个好吃好玩又好赚钱的一个制度哦 有八大特点 第一呢 我们低门槛 你开启这个事业 只要2万块钱左右 就可以开启这个事业了 所以他的风险非常非常的低哦 那第二个特点呢 他没有任何的业绩压力 以往的闯销公司呢 常常每一个聘接越高 你的责任额就越高哦 所以说呢 就可能会必须要因为业绩压力 去强迫朋友 那我们每一个聘接都没有业绩压力 那当然呢 因为没有业绩压力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补这个业绩 所以说被强迫囤货 我们完全没有囤货的问题 当然呢 也没有送货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电子商务 那第四个特点呢 我们是唯一的旅游商务商机 第五个呢 我们是人脉可以共享 而且可以互助合作的一个事业哦 第六个 我们的事业呢 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8个国家合法注册 所以呢 它是一个全球连线的事业 你可以推荐全世界28个国家以上的会员哦 创造你的国际化事业 那如果呢 你有美国的会员的话呢 相当于什么 当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他刚起床开始分享Word Adventures 所以呢 你眼睛闭上都还在赚钱哦 第七个 我们公司呢 成立十年以来 这个俱乐部 他只要去过一次 梦幻之旅的会员呢 有85%的回购率哦 代表什么 代表呢 我们的梦幻之旅的产品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好的品质 而且非常超值 所以呢 可以帮我们创造 稳定的一个被动收入系统哦 第八个 你的努力是可以试习的 传统的工作 如果你做到总经理 你也不可能跟老板说 我要把我的努力 这个传承给我的小孩 我让他直接大学毕业就来当总经理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在这个事业 如果你做到任何一个聘阶 你都可以把你的努力 试习给你的下一代哦 那我们的聘阶呢 总共分为六个 最低呢 是SR 接下来总监 MD RMD NMD IMD 有六个聘阶 在SR的时候呢 你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两万到六万 那 你的团队人数呢 大约是三十人 当你团队人数成长到 一千五百人的时候呢 你就会成为我们的 IMD 国际行销总监 那 IMD 国际行销总监呢 在全世界的平均收入呢 是一百五十万台币起跳 最高的月收入 甚至可以挑战到 四百五十万台币以上 所以呢 我们的事业 是一个好吃 好玩 又好赚钱的一个事业 那今天呢 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的奖金制度 那相信你会更加的了解 怎么样在这个事业里面努力 以及 怎么样在这个事业里面赚到钱的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 我是仲亨